这个男人一心想死 他天天喝酒 赌博聊妹 被人用枪指着 甚至兴奋地扒开了自己的衣服 可是 不管男人怎么作天作地 就是没人要杀他 好不容易遇见个结财的小混混 居然还被一个结色的吸血鬼给抢了先 吸血鬼来思也不多话 直接咬住男人的喉咙 把他带飞到空中 等吸够了血 又狠狠地扔下来 男人并没有死 但活着却让他更不高兴 男人名叫路易 本是个富有的农场主 可自从妻儿死后 路易就对活着失去了兴趣 他每天沉溺于酗酒赌博 又或者沉沦在其他女人的温柔相中 总之 能怎么败家就怎么败家 而他的这种颓败之美 深深吸引了莱斯的目光 莱斯决定把路易带进一个新世界 他让路易和阳光彻底道别 然后吸干路易的血 趴在他的耳边轻声嘀喃着 如果我不理你 你将会死 又或是你也可以永保青春 路易选择了后者 于是莱斯咬破自己的手腕 让路易喝下他的血 从此 路易变成了吸血鬼中的一员 这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吸血鬼能看见凡人看不见的东西 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路易获得了自己的专属棺材 而莱斯也轻车熟路地带着路易 出席各种高档场所 他会用自己的美貌掳获猎物 再和路易一同品尝 莱斯没想到的是 路易对于吸人血格外抗拒 所以一直忍着对鲜血的渴望 莱斯看不下去 就抓了一只老鼠 把他的血倒在杯子里 让路易品尝 没想到动物的血也能有效 在下一次的行动中 路易面对送上来的贵妇 却迟迟下不了嘴 罚对贵妇的宠物狗下手 莱斯嘲笑路易的软硕 路易恼羞成怒 怒吼着把莱斯举起来 可他却不知道怎么泄愤 从那之后 路易每天躲在农场吃鸡 莱斯则独自逍遥快活 直到某天 女仆来给路易送吃的 路易没忍住 一口咬在女仆身上 翅膀喝足之后 路易非常后悔 他把农场的仆人们遣散 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 本想就此死在火海中 但莱斯及时赶到 把路易救了出来 后来两人来到了新的地方 莱斯依靠着美貌的外形 常常能找到不错的猎物 为了逼迫路易顺从吸血鬼的本性 莱斯也经常在他面前折磨猎物 可路易始终不肯下手杀人 他宁愿到阴暗潮湿的角落里 去喝又脏又臭的老鼠血 可老鼠的血显然不够 路易不知不觉 来到了一个病毒泛滥的角落 在这里 他发现了一个无助的女孩 女孩扑在路易的怀里哭泣 路易闻着女孩身上的香味 终于又忍不住咬了下去 而这一幕 正巧被随后赶到的莱斯 看了个正着 这个病重的女孩 被吸血鬼吸干了血 他本应该没命的 但莱斯划开手腕 让女孩喝下他的血 没一会儿 女孩开始剧烈呼吸 头上长出了浓密的卷发 神态也逐渐变得安宁 他正在变成一只吸血鬼 莱斯知道 路易一直都很想念自己的妻儿 所以他把小鸭变成吸血鬼 这样就能把路易拴在身边 果然 两人都把小鸭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细心的为她准备漂亮裙子 前老师教她钢琴 天真的小鸭并没有太多怜悯 在莱斯的教导下 她像是一个冷血杀手 无情的收割着猎物的生命 就这样过了三十年 气船开始出现 莱斯和路易依旧年轻俱美 小鸭也没有丝毫变化 但随着时间的增长 小鸭越来越渴望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 可吸血鬼不老不死 小鸭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于是 他把一个成年女人杀了 藏在自己的卧室里 这让莱斯非常生气 两人大吵一下 小鸭开始怨恨莱斯 从路易口中 他也终于知道 这两个赋予他心生的吸血鬼 同样也是杀了他的凶手 得知了真相后 小鸭并没有记恨路易 而是把所有的委屈不甘 都算在莱斯头上 他决定报复莱斯 便假意求和 还找了两个小男孩送给莱斯 莱斯非常欣慰 却不知这两个小男孩 早就因为吸食鸦片死了 吸血鬼虽然渴求鲜血 却不能吸食死尸的血 否则会失去力量 莱斯被小鸭算计 正要向路易求救 却被小鸭一刀割破喉咙 这一次 莱斯的伤口无法自动愈合 于心不忍的路易 还是和小鸭 把莱斯扔进了沼泽里 原以为这下他们自由了 于是 路易和小鸭决定去远处旅行 临行前 路易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 屋外却一个人也没有 没想到莱斯家没死 沼泽地里的鳄鱼和蛇 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通过吸食这些动物的血 莱斯活了下来 莱斯本想教训小鸭 路易连忙拿起身边的 没有灯伤了过去 火焰瞬间攀上了莱斯的身体 这炙热的温度 是吸血鬼的克星 莱斯痛苦挣扎 路易和小鸭则趁机逃跑 他们乘坐轮船 离开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路易和小鸭都在试图寻找 其他吸血鬼 可找了一国又一国 然而却都一无所获 就在他们即将放弃时 有一个吸血鬼找上了路易 这个吸血鬼叫阿蒙 他的身边还有一群吸血鬼同伴 吸血鬼们组成了一个剧团 在剧院里当众吸人血 然而台上的观众 却以为这只是在表演 甚至还有人起哄 唯有路易和小鸭两个知情者 看着这一幕心声寒意 很快 路易和小鸭就来到了吸血鬼的地下宫殿 这个男人已经活了四百年 是至今为止活得最久的吸血鬼 阿蒙发现路易身上 有了其他吸血鬼没有的怜悯和热情 就想让路易留下来和自己作伴 看出阿蒙心思的小鸭心中惶恐 他知道自己力量微薄 无法真正留住路易 而在这些年的相处中 路易和小鸭之间 早已萌生了另一种男女之情 小鸭很难过 于是 他长到了一个想做吸血鬼的女人 让路易把她变成同类 代替路易陪在自己身边 这时候一群吸血鬼闯入了屋内 强行带走了三人 原来小鸭杀死莱斯的举动 被懂得毒心术的吸血鬼动息 阿在吸血鬼的世界里 杀害同类是唯一的死罪 于是吸血鬼把小鸭和女人 关在了高高的天井里 一旦太阳升起 吸血鬼最害怕的阳光会照射进来 狠狠灼伤天井里的两人 阿路易作为包庇者 虽然不用受死刑 却要被锁在棺材里 封入地交的石槽内 延续几个世纪 路易拼命挣扎 却是寡不敌众 等到了白天 其他吸血鬼都去休息时 阿蒙才找到机会救出路易 可一切都晚了 小鸭和女人已经变成了灰烬 再也无法复原 从此路易抛弃了所谓的怜悯 他趁吸血鬼休息时 一把火点燃了整个地下宫殿 吸血鬼们死的死伤的伤 偶有的幸存者也被路易杀了 路易从地下宫殿出来时 太阳的灼热让他痛苦万分 好在关键时刻 阿蒙赶到把他带走了 阿蒙还以为 现在两人可以相互依靠共同生存 他可以将为路易遗忘 这样路易就不会为小鸭痛苦 但路易明白 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小鸭 于是他拒绝了阿蒙的请求 孤独地踏上了自己的旅程 时间一晃许多年过去 路易像个旁观者 看着世界的变化 从旧世界见证机械的神奇 从黑白电影看到彩色屏幕 直到某天 他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在曾经的住所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莱斯 他还没有死 只是不负当年的英俊 而莱斯也彻底与世界脱轨 他只敢躲在角落 一点噪声和灯光 都能让他陷入恐慌 莱斯请求路易留下来陪他 可路易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 他继续在世界游荡 孤独地看着世界的变化 他的心和小鸭 一起死在了那一个早晨 他每夜初期吸食人血 不再惶恐 不再悲悯 直到某天 一个记者来到了他的住所 倾听了路易的所有故事 可记者对结局并不满意 他希望能见识路易所说的一切 甚至不惜请求路易把他变成头类 路易缓缓转头 他知道他又失败了 记者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路易掐住了记者的脖子 把他狠狠地举起来 记者怂了 他被路易抛下 连忙收拾了东西离开 在车上 记者听着录好的磁带 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题材 却不要身后突然冒出一只手 他在按倒 是莱斯 他一口咬中记者的脖子 很快便恢复了往事的样貌 他又将带着记者开启一段新世界的故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总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 再久一点 可真正的不老不死 却伴随着无尽的孤独 如果真的给你选择 你愿不愿意抛弃一切过往 选择这份永恒且黑暗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冠小妹 下期见